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弱者 我是得到了教训 不过 大哥 你的不过 但是这两个字用的太多了 所以你是得到了教训 教训 我得到的教训太大了 美 瑞爵 他们都是犧牲者 他是我国影坛前辈级的演员 他是1941年的电影家中的大少爷高决心 在30年代就成为了当红小生 但因一部电影几乎断松了演员生涯 今天我们来说老演员梅西 梅西 祖籍江苏常州 1911年出生于天津 祖父曾是清代诗人梅宝璐 少年时期曾短暂在北平求学 毕业后留校做了一段时期的体育教员 1931年 梅西来到上海 报考明星影片公司演员班 1933年首登荧幕 是在李平倩指导的电影《风年》中 扮演王阿狗 1934年 与赵丹合作电影相丑 饰演梅华 1935年 出演沈锡林指导的《传家女》 饰演工人 转年 受邀加入莲华电影公司 1937年 先后参演电影《莲华交响曲》 欧阳于倩导演的《如此繁华》中 扮演张玉成 要人们过生日 不会忘记去败寿 二来啊 每个要人们都给他算算拔对 看谁会红起来 就赶快去巴唧巴唧他 稍稍冷灶 谁要是倒霉啊 就赶快去跟他述远一点 与陈燕燕合作电影《春到人间》 饰演玉歌 1938年 再次与陈燕燕合作电影《雷雨》 片中饰演周平 我不后悔 我做事向来没有后悔过 你不后悔 我却认为我平生做错了一件大事 对不起我自己 对不起弟弟 更对不起父亲 1939年 与顾兰军合作出演《明末遗恨》 扮演孙克威 跟你认识了这么久 竟没有想到你有这么一首本领 按你的剑法 教你的先生一定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那娘 难道你对我竟不肯说老实话吗 童年在李平倩指导的少奶奶的扇子中 扮演梅子平 与白红合作电影 王熙凤大闹您国府 1940年出演电影《木兰从军》 饰演刘元杜 你最好扮一个三邦女子 胡说 我怎么好扮女人 为了国家性命都可以不要 带回女人 算得了是不是 只怕扮不像 你呀 不扮都 什么 对不起 别生气 回头见 这个角色使梅西成为最卖作的演员 1941年 参演《补万仓》徐心夫指导的家 片中饰演大少爷 你们要知道 我心里是多么的伤感 这些伤感有什么用呢 大哥 你什么事 都是低头 屈服 你们的话 是不错 我都明白 可是我的处境 我的苦衷 也只有我自己明白 1944年 出演远美云周旋领先的《红楼梦》 饰演贾政 既然这样疼她 想替她成家 做儿子的还能不答应吗 不过薛家的姨妈是不是肯这样做 同时宝玉还病着 做起来是不是方便呢 同年参演王丹凤主演的《春江遗恨》 我相信一个文明的国家 是不会没有信义的 他们和我们同样是嫉妒教徒 目前我出去信任他们之外 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部影片因主题太过露骨而遭到抨击 这一度使梅西一蹶不振 暂别影坛 这一别就是四年多 1948年重返影坛的梅西 再也没有往日风光 接连拍摄了《魂归来》 《断肠相思》等影片 但反响平平 1949年 梅西赴山东 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毕业后分配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 整个五十年代 经历都投入到了话剧舞台 期间出演了刘胡兰 文成公主等话剧 1958年 参演《金山之道》的十三陵水库唱响曲 扮演李豪 1959年 出演李湘主演的风暴 饰演林瑞和 你得少看点 这么小的字 把眼睛都看坏 你也去上夜宵吧 我 连自个儿的名字也不认识 还上夜宵 不要紧 您先去听我们讲故事 听多了 您的心就亮了 好吧 您试试 1962年 出演成因指导的停战以后 饰演谢洪 抗战胜利以后 人心大快 叛奖回来 回来不几天 北平就被这些接收大员 搞得无言瘴气 真是像人们所说的 叛中央 想中央 中央来了更造养 人们最怕的 还是战争 总是以和为重 转年梅西 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 六七十年代 由于出身和角色问题 使梅西受了不少罪 但好在七十年代末 恢复了名誉和工作 1979年 参演来人花领先的 汝燕飞 扮演老部长 小姑娘 我哪比得上孙侯 他能七十二遍 我可办不到 我只能变把椅子 孙侯 1981年出演 曾未知导演的剑魂 饰演老馆长 他会外文 肯钻研 有事业心 这样的人才 如今打着灯笼都不好找 来咱们馆 搞资料工作 这里宁静 大自然平和 不像体工队那儿纷扰 是吗 1982年 出演华客指导的右部之后 翠文格 来往 来往不多 不过 毕东家最近从天津来信提到了翠文格 要送来两件古丸 毕东家信上讲 贵号由股币三枚和股瓶一起出售 供价是六千大洋 小姐没有股币 只怕不好谈了吧 童年与杨宰宝合作电影写 总是热得扮演安恺 影片于1983年上映时 梅西先生已经去世 梅西于1983年年处在北京逝世 享年72岁 三十年代 凭借《长恨歌》等电影走红 与王仁美 陈云长 周璇等多位炙手可热的女明星合作 使梅西迅速成为三十年代的当红小生 但一部春江遗恨 让她有了放弃做演员的念头 拱手让出当红小生的位置 一提起梅西 我就会想起 木兰从军里英姿萨爽的流远度 还有那位在封建家庭中 遵循不抵抗主义的高决心 关注我 带您进入老一辈电影人的世界